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從前有一隻鴨子他不幸的和一個懶惰的農夫住在一起 鴨子要做所有的工作 而農夫整天賴在床上 鴨子從農場把油拉回來 工作做好了嗎? 農夫叫到鴨子回答說 掛 鴨子把雙群帶領回來 工作怎麼樣呢? 農夫叫到鴨子問說 鴨子回答說 掛 農夫由於整天睡覺而變得肥胖 可憐的鴨子 因為整天工作而非常勞累 很開心 工作怎麼樣呢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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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鴨子淚汪汪的又皮老又想睡 鴨雞們羊群和牛都很不安 他們都習慣鴨子,於是他們便在月亮下開了一個會 為第二天早晨做好計劃 牧牛說,沒有說過 鴨雞們說,便是他們的計劃了 就在清晨之前,農場很安靜 很安靜 牛羊群,牛羊群雞 以及雞們悄悄地從後門走進屋子 他們偷偷地走過了門堂 痘痘痘地走上樓梯 走上樓梯 他們敲 他們 他們擠到農夫的床底下搖動 底下搖動 那張床開始搖擺 搖擺 農夫醒過來叫道 工作怎麼樣了?跟著 劉牧 北 狗 他們將床抬起來 農夫大喊大叫 躺出了床 而摔倒 農夫逃跑 跑去了 牛羊群 以及鸡 跟著他 包圍 圍著他 無 每 個 牙的叫 追著他 穿過田野 巴 穿過山 山牙 可 他再也回不來了 鴨子 鴨子醒過來了 他還未 他還未 農夫 會叫他做的怎麼 工作怎麼樣了 但一句 但一句話也沒有 也沒有人說話 跟著牛羊群 跟著牛羊群 與雞們都回來了 瓜 鴨子問到 母 牛說 牛說 母 母 羊群說 鴨 鴨子 鴨子 他們將整件事告訴了鴨子 他們跟著這邊母牙的和瓜的到農場上工作去 對